本節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今天台股大漲了503點 各位,心情應該釋懷了吧 壓力應該解除了吧 有一句話叫千金難買早知道 那我的說法是 我先讓各位早知道你們又如何 從這個月月初上個月月底 10月31號我就開始告訴各位 要嫌疾的 嫌疾,我說就算不漲也不會跌 這叫嫌疾行情 第二個就是要過年 一些公司需要台幣花年總獎金 所以美金不會跌 最少最少 我說最少到年底以前 到先舉前 台股不會跌 各位,如果你早知道說 謝老師講的 你跟著我的方式 不會跌 代表 不太會輸吧 股票市長要記得 不要太贏 你如果不會輸 那就是贏了嗎 為什麼閃路賺不到錢 一直想賺 買這個也要賺 買那個也要賺 然後像無頭蒼蠅一樣 所以我為什麼 我就拿表格跟各位看 拿K線圖跟各位看 我說很確立是低點的 如果你在昨天以前 也就今天不算了 今天漲500多點 昨天以前你去賣股票的人 你會知道 你會痛心痛嗎 而且我這幾天來 我都告訴你 考驗人性 有時候想一想 當然 我是對很多人講 如果你揍股票 你會怕 你就不要揍股票 會怕什麼叫會怕 跌下來就開始怕 受不了去砍股票 就是說你砍嘛 你認為 控制了也要追回來 不是啊 控制了也不敢追回來 然後呢 等到市場上開始熱漏了 大家都 哇 都有股票都賺錢了 你又送不了 你又跑進來了 那你就顛倒揍嘛 所以我說 我常常講看不賣走 其實我在奉勸各位 真的 股票市場很迷人 譬如說有人會打麻將對不對 有人說我打麻將 一個人贏三個人很爽 欸 打麻將也要看運氣 股票不要看運氣啊 股票只要看方法 一個可以贏九個 什麼叫一個贏九個 股票市場九個輸一個贏而已 股票比那個打麻將還迷人 打麻將你要看運氣啊 排今天堆的排好不好啊 你一個才贏三個啊 怎麼贏都是這些錢而已啊 可是股票市場不是啊 你一個人贏九個人的錢 而且 公司會賺錢啊 錢一直進來啊 所以股票市場只要會做 真的很迷人 我告訴你 會做股票的人都會致富 不會做股票了 真的很可憐 你吸金股賺來的錢 然後怕這個怕那個怕 跌的時候就怕了 受不了就砍股票了 所以為什麼這些天來 我就提醒各位 來我們看 10月31號 我也跟你講得很清楚 我說 這裡已經出現買進信號 12629就不會跌破了 都講得很清楚 而且今天已經過了兩個禮拜了 然後我也告訴你台積電 台積電這裡出現買進信號 我每天拿的都一樣 我都沒有說今天又拿不一樣的 天天拿一樣給你告訴你 我說等到出現賣出信號 我一定會拿出來告訴各位 請問他是不是在區域當中 你看今天台積電是 開盤直接跳空上來漲停 不是漲停 幾乎快漲停 大漲 要大盤 當然事情已經是連續兩支漲停 然後呢 我問你好了 我常在講 你如果跟著我 你是比外資更厲害 為什麼 外資今天才醒過來 回來買股票 今天外資來 注意看喔 來看這裡 今天外資大買了488億 你看到外資買了488億 那我請問你 從10月31號到今天 你如果賣股票的人 禮拜六 禮拜天你睡得早嗎 股票市場最怕的是什麼 最怕你是 你賣在起帳點 各位 你們是專門跟著投稿老師 買在起跌點的嘛 對不對 你們受不了自己又賣在起帳點嘛 你沒輸什麼人要輸 我外資難道外資是 來外資在這裡買嗎 不是啊 我講的時候外資買了沒 我講的時候外資買了沒 10月31號這幾天喔 你看兩個禮拜外資有沒有買 沒有啊 小買而已啊 今天大買了488億 488億是什麼樣的邏輯 我這裡特別寫一個叫做 448億 今天大買488億 從18619 就今年開始 今年以來 外資最大的買超 他在這裡買488億 他買在最低點嗎 不是耶 他不是買在這裡耶 他買在這裡耶 來我們看key線圖 來 外資買在 外資是買在 我用多貢獻給各位看 外資是買在正式換多 1 2 3今天第三天嘛 外資不是買在最低點耶 外資是買在這裡耶 當然昨天前天有小買 今天大買 為什麼大買 其實我在教各位的 你們真的要克服內心的那種貪亂啊 什麼叫貪亂 我懲罰 我懲罰我懲罰老師是要買最多 我沒辦法 我懲罰老師要賣最高的 我也沒辦法 但是我一定會在 某一個時間點 相對高點出清 一定出清 當他的故事 或他的利多已經不再來了 或者不再有這麼大的利多了 我就出清了 所以 要克服內心啊 因為我說 如果你按照我的方式 可以賺很多錢 來再看一邊 10月31號就告訴各位 用大盤告訴各位 我說大盤在這裡已經出現買進信號 台積電出現買進信號 不要異色高點在哪裡 我每天都講一遍 特別把之前拿起來給各位看 果然今天外資大買了 是不是大買 488億 然後更可 更好玩的 就是我教你的 都沒有變嘛 這叫台幣 這叫大盤 請問我說 台幣已經 像我昨天提起很清楚 我說台幣 32.335已經 不會過了 也就是 不會再扁了 你看今天直接也跳下來 我說他是翹翹板 互相對稱 台幣如果扁 大股要漲很難 可是台幣如果升值 大盤就漲嘛 不是嗎 這一段來 這今年以來 我全部用台幣跟各位 用台幣來跟各位解讀大盤 重點是 我還是強調啦 因為台股有 一千 將近兩千檔 也不是每一檔都像這個樣子 有些股票你還是要小心 我們看今天大盤 大漲的500點 你看大漲的500點 假設有股票是這個樣子的 你認為會怎麼樣 跌 欸 大盤大漲500點他是跌喔 我為什麼要拿紅海跟各位講 好 這段時間以來我講過的 請問中港 中資跟 中港澳是不是叫中資 為什麼要給你這個概念 我要給各位就是一個叫做 共同互異 什麼叫共同互異 共同互異就是到處 台商都沒了 叫共同互異 我說阿里巴巴馬化騰 騰訊那個 現在人都跑去哪裡了 欸 到時候都變成中國國有了 我說只要台商在中國 跟中國的附著度很高的 未來我告訴你 共同互異以下 會怎麼樣 來 我不希望啊 但是我只告訴你 我說為什麼這是人格者 我又不做空啊 這些股票跌跟我有什麼關係 可是我還是要告訴你啊 我常常在講 我在八十四五年的時候 我進到這個股票市場 我來做營業 從營業營開始 我看過很多人是 真的是很有錢 然後到最後變成窮光彈了 為什麼 因為他的頭腦 怎麼講講不聽啊 頭腦講不聽的人 你做股票幹嘛 股票是 我們叫股票是瞬息萬變 那我講你一定不相信 我說未來有一天你還是會看到 來 我拿這個給各位看 這叫彰化銀行 我拿彰化銀行 請問彰化銀行 一千零一一零五 你如果有資歷有這麼深的 你會有印象嗎 如果你是最近這十年來 才在做股票 你直接不相信 有一千多塊的彰化銀行 你一定不相信嘛 對不對 這是事實喔 一千多塊 現在今天十七塊 這裡是九點四六 有多長的時間 這是季縣喔 這個是九十年耶 現在一百一十年耶 一百一一一一一年 二十幾年來 只要有彰化銀行的人 就怎樣 我說喔 去買了彰化銀行 二十幾年來 每天都過著那個什麼 就說 我別說沒有明天啦 過著就是 你買了彰化銀行 你股票套在上面 套了二十幾年 你不是很不準嗎 不是說你的概念 而你的觀念 把你鎖在裡面嘛 一個觀念不對 你二十幾年 你都很痛苦 那我現在再告訴你的 是紅海喔 一千一百塊 都有可能變成十幾塊 你告訴我 三百七十塊 好今天 紅海收一百塊 為什麼要給各位看 紅海一百 我告訴你好了 來我們看K線圖 這是今年的K線圖 很多人以為 紅海不會跌 前幾天低跌嘛 我常常在講喔 你看到這裡 我看到是什麼 講不好聽 以我的專頁 那個就在出貨 那個再出貨啦 可能要出貨一年 兩三年 四年 不知道要出幾年才出得完 出給誰 出給你啊 那有一天紅海會變彰化銀行一樣嘛 來看 彰化銀行一千一百多塊喔 可以變十幾塊 三百七十五 今天變一百 未來會變多少 這是我給各位一個概念 因為為什麼 其實我在告訴我同學啦 我同學 當醫生的很多 然後銀行退休的很多 我說我二十年 我叫他們買台機 他們都買紅海 現在還是紅海 每天都 我靠紅海領退休金 就紅海配席配股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我常常在講喔 你買紅海感覺啦 我的認為是 譬如你拿一千萬 每年都配席 你的席是從一千萬裡面拿出來的 等到有一天 你可能二十年 你配的席可能配了兩百萬 結果有一天你的一千萬的股票 變成三百萬 或者一百萬 你拿了兩百萬 結果你一千萬剩一百萬 你加一加也不過三百萬 你們不相信嘛 對不對 不然呢 你就漲就好了嘛 今天大跌五百點 是不是 不是啊 今天大漲五百點啊 不然你怎麼會跌 是大跌五百點嗎 不是啊 其實我告訴你 我不是針對紅海 我是告訴你那個概念 那個觀念啊 我再問你 今天漲五百點 你的股票怎樣 你告訴我好了 對不對 漲五百點了 今天外資 外資買了四百八十幾億 三個月買了 今天外資是 看到什麼股票都買啦 這樣講比較快啊 只要我股票都買啊 但是如果你的股票像紅海的 那個只是在告訴你 有一天 你的財務就被共同呼籲了 什麼共同呼籲 那是沒有而已啊 就像這樣 你相信張華銀行會從一千多塊 剩下十塊嗎 剩下不到十塊嗎 我用那個概念啊 我說我 我為什麼是個人格者 每一次在轉折的時候 我常常在講大災運 我在告訴你 你不是因為你的股質 因為你的固執 讓你自己還有你的下一代 都過得很辛苦 真的很多人啊 我同學也是啊 說不聽耶 沒有紅海 沒有那一十年也沒有紅海 對不對 你有事喔 你買了一千萬的紅海 然後我每年都有配息配股 配你一千萬的錢啊 對不對 以後有一天說 你把紅海賣一賣 搞不好你拿回來的是三百萬 你配息配了二十年 配了兩百萬 你不是拿一千萬進去嗎 那怎麼拿回來 還有配息配股拿回五百萬而已 這個邏輯我相信各位 好好去思考 我跟紅海沒有仇 我只告訴你 有很多股票 台灣的電子股 都會像紅海一樣 再來是我們的股票了嘛 來 我為什麼講我們的股票 我還是不斷地要提醒這個過程嘛 第一個 這是未來 這醫療基金 我說既然是基金 那就代表未來會買嘛 對不對 這是什麼時候 10月28 來我看今天的事情 一樣啊 鎖了兩萬多張啊 對不對 來看回來 新療臨床試驗 第二個FDA藥症 第三個醫療產物會併購 然後我們的股票呢 來 我還是要 不斷地再提醒各位 股票市場喔 你要比別人有錢 你就要克服 我說克服 克服你的人性啊 真的 你應該講說 你要比別人有錢 你要賺到股票的錢 你要克服你內心的那種 貪圓跟恐懼 什麼叫貪圓 貪圓就是想買最低啦 想賣最高 叫貪圓 恐懼就是什麼 買了只要跌 你就受不了了 漲的時候 手上怎麼沒有 硬要買 跌的時候 你受不了了 來 11月3號 113 而且我都講得很清楚 我都直接告訴你 我說 一檔股票你看 他在這裡75.7的時候 倍率就漲三倍 下來 94.1的時候倍率也漲一倍 那因為大盤不對 這大盤不對 你看這是經典的圖 大盤 跟他比 大盤都比他還弱 我們來看 看大盤好了 好不好 看大盤 這是今年的大盤 這是唐基 大盤是這樣子 最少他都維持在相對的 等於很穩定 這裡是假期都下來 可是這裡沒有破 現在在這裡 站上兜空線一樣 對不對 好 看回來 然後這一段 我說這一段漲了三倍 這一段漲一倍 那RSI 股價 股價沒有創新低 RSI比這裡低 有沒有 股價沒有比低 可是RSI比這裡低 好 所以他就漲 這裡就漲三倍 好 在這裡 我每天畫圓圈 給各位看 這裡 你看 在這裡其實 這裡已經快一個月了 好 那我每天畫 這叫113 包括 這個禮拜而已 11月9號 還在120以下 昨天 昨天134.5 今天 今天最高已經來到144 對不對 我們來看K線圖 我 這 用比的好了 用比的 今天在這裡 對不對 他已經把 如果一個來講這一天 這一天142 這什麼時候 10月13 剛好一個月 今天11號嘛 對不對 剛好一個月 兩天 兩天就把一個月的跌股 全部吃掉了 也就是 這一個月以來買的人 全部賺錢了 算沒賺你沒賠 這才特性 而且它還沒漲 為什麼 因為今天我發現 你們看到就好了 不要講 好不好 因為講的怕見光石 來看一下 今天11月11號 會算嘛 這幾張嘛 買進幾張 賣出幾張 你們看到就好 不要講 我現在是不能講 各位 利用休息的時間去想想看 我說這一波反彈 再看一遍 這一波反彈千萬不要再做錯了 不要再做錯了 不是有些股票你都要留 我 我很確立 多頭74沒有改變 我用 我為什麼用智勤 同樣的時間 我問你嘛 495塊的台積電 比較快被突破 還是智勤的143.5 比較快突破 我為什麼要用這個給你看 也就是說同一個時間 假設智勤去先突破 同一個時間的高點 那代表那個利股就很強 這台積電算很強 對不對算很強 所以我說股票市長你要看 當74來了 當反彈的時候 你的股票會不會反彈 會不會反彈 只是你的股票 彈得比大阪還弱勢 真的要太肉流強 我還是那句話嘛 選舉也差不多結束了 我說美國的其中選舉嘛 那到目前為止 眾議院雖然是共和黨 掌控嘛 現在已經接近了211票 應該218票過半 眾議院共和黨會拿嘛 可是參議院的話 大概實際差不多嘛 那 參議院有一個選舉期 比較很特殊的 叫喬治亞嘛 如果打平 副總統有一票嘛 所以參議院理論上 民主黨還是會拿到嘛 那代表什麼 來 代表我認為拜登的計畫 像癌症登陷的計畫 像這個 其實這叫政策 會持續執行 而且就算共和黨拿到 我說對中國的貿易 只有越來越緊而已 所以為什麼你要去思考說 如果共和黨 民主黨這次的其中當然顯然了 美國新的政策 會對台灣有什麼影響 我說千萬 其實很簡單嘛 你看這個就好了嘛 看這一黨就好了嘛 有人就說 鄭州風場什麼風場 我認為不是啦 不能是單一理由 股票 股票就告訴你所有的原因 好 我們等一下再回頭講生意股 馬上回來 本節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好 那講到生意股 我們就來看 這個大盤既然還要再供 那我們的股票 是不是剛好就在起漲點 為什麼剛剛講說 股票最怕什麼 你賣在起漲點 最怕是什麼 你買在起跌點 買的開始跌 或者你賣的開始漲 好 那我們今天的股票來 這是RSI 給各位看 這是多空線 我用的都沒有改變過 我們從這裡開始看 好 75塊7在這裡 你看 站上多空線以後 RSI 黃金交叉 好 這裡拉上去 就這一段 你看這一段 曾經在這裡修正 等於洗盤以後 往上拉到三倍 好 然後這個位置 站上去以後 其實從這裡起算 也是一倍 你看 好 那在這裡 反正只要站上 都是一段距離 這個地方也將近五成 好 那今天才正式站上 也就是它的未來的空間 想像空間非常的大 也就是當大盤上來 你只要去看今天的外資 毛起來買 真的幾乎 幾乎外資什麼都買 你買了488億 還有什麼不買的 如果你的股票沒有外資 沒有買 那你就卡不利 而且你的股票如果是跌的 真的要好好去思考 我常常在講 這一次一定不要做錯 行情就是反彈 好 那 好 我再看回來 我說每一段 這裡是三倍 這裡是一倍 這裡只要是站上 都是一段一段 而且是黃金交叉 因為這比較不明顯 我看回來好了 因為這紅色比較明顯 一模一樣的東西 只要站上都是一段 只要站上黃金交叉都一段 黃金交叉都是一段 而且這個叫起帳點 這裡的起帳最 最 一個想 這裡的起帳是最精彩的 這是三倍 這裡 來到這裡的起帳 這個都大概三到五成以上 從起帳點起帳都三到五成 這裡今天才正式起帳 重點是什麼 它整理了這麼久了 這個叫景線位置 你只要讓它過景線 你只要讓它過景線 景線起結什麼 我再強調 現在 這個禮拜結束 這個月剩下兩個禮拜 下個月剩下兩個禮拜又兩天 等於剩下三十二天 好 那這三十二天 今年股東會的時候 它有一則很重要的 那我也跟各位暗示 所以為什麼 我剛剛就拿這一張 我跟各位暗示的結論就是 有些事情 大家看看就好 不要講 這今天吧 你想為什麼有人會在這裡 今天毛起來 買了275張 用一張14萬 275張是不少錢 我剛剛在講 當股票有人 特定人在收股票的時候 背後有你看不到的故事 假設你要操作這種股票 會有這種股票的 打電話來參加會 每一天頭的時間再會